哈囉,大家好,這是阿彩,你好,我是阿彩 阿彩剛從大甲坐火車回到高雄 那這一集影片主要是要介紹 2019年9天8夜大甲正航空的一個 繞進影片 那主要是以阿彩一個新手的一個角度來看待這一次的 繞進活動 所以說如果有一些 不對或錯的地方,還請前輩們多多 包含跟指教 那在下面可以留言 告訴阿彩喔 大甲正航空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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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部以大甲媽祖繞進新手的角度 製作給新手看的影片 或許無法近三近美 但也是這九天八夜的點滴 希望能給新手一點點收穫 有關大甲正航空媽祖的由來 相信在Google上面有很多資訊 阿彩在這邊就不贅述了 新手一定要問自己 為何要參加大甲正航空媽祖繞進的盛事 清楚自己參與的心態 就已經決定了很多事情 能否完成全程 取決於參與的態度跟決心 無論你用的是什麼方式參與 大甲媽祖繞進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一般宗教活動裡 需要是信徒或是具備一定神職位階的人 才能參與 而多數的人只是看熱鬧 但大甲媽祖繞進步一樣 不單單只是拜拜或捐香油錢 而是透過提供食物 或者是徒步的身體勞動 去做深度的奉獻 無論徒步 騎單車都是實踐 連布施飲食也是 多元化的參與 自由來去的開放性 在這個過程裡 每個人很容易變成一個參與者 布施飲食者希望徒步者能順利的隨媽祖向路繞進 徒步者藉由布施者的支持 順利的跟隨媽祖的腳步 阿采為什麼要參加繞進呢 第一 挑戰自我 想要好好的完成一件事情 不是三分鐘的熱度 而是持續直到完成任務為止 無論過程如何 都告訴自己堅持要完成 第二 祈求家人身體健康跟事業順利 這應該是很多人祈求的 求的是家裡的大大小小和家平安 事業順利 很多人因為工作的因素 無法參與全程 當有機會參加全程 真的要用感恩的心 歡喜的心 輕鬆的心 來參與完成隨媽祖婆的旅行 當然 對於第一年參加的阿采來說 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很好奇 要怎麼準備這九天八夜的旅程呢 路上要吃什麼 住哪裡 行李要用杯的 還是用推車呢 還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呢 哇 一大堆的問題 一想到頭就暈 但是別擔心 套一句前輩們最常說的 媽祖婆會安排好的 相信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回答 一定跟阿采一樣 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是實際上全程塗不下來 卻是這樣滿滿的體悟 總之 輕鬆面對就好 在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土地上 走的是自己的信仰 身旁都是同伴 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阿采這次很幸運的 在FB及LINE群組裡 輾轉的找到 跟自己同調的新手團 這一次 阿采就是跟著新手團走 有著前輩的指點 一路上 輕鬆不少 全程徒步到底是背包好 還是推車好 對阿采而言 首推是背包 輕巧又帥氣 注意喔 重點是很帥氣 但是 最終還是推車才是王道 你看看歷屆考生 尤其是校年長者 大部分都是使用推車 除了帳篷 睡袋 睡墊之外 阿采還帶了空拍機 背包完全不服使用 推車迷人之處 是可以負重高 重點還可以囤積食物跟飲水 另外 腰功能不行的朋友 推車就是你的首選了 繞進如同一場九天八夜的耐力競賽 發現自己無法撐走下去時 也硬撐著把身體弄壞 這樣自己受傷 媽祖婆也會不捨的 搭上香客車吧 無論需不需要 沿路都有香客車廣播 加油 累了休息一下 上車吧 畢竟走著回大甲戰狼宮的香客跟信徒 才算完成繞進的活動 你說對吧 一步一腳印 帶著誠心 耐心 跟意志力 路上風風雨雨 雖然說是輕旅行 徒步雖然辛苦 但請面帶微笑 面對一路上 奉獻不思的老百姓 與信眾吧 路上吃食問題 這完全沒問題 是的 一點問題也沒有 什麼叫做飽 不知道 因為整路上沒餓到 去城 到嘉義新港風天宮祝壽之前 大家一習俗都是素食 路上點心站提供各式各樣的素食 有瓶裝水 水果 素粽 菜包 飯糰 油飯等等 水果完全沒有在客氣的 感覺每戶人家的水果都好甜 完全是那種可以外銷的登機 對了你可能不相信 沿路上遇到點心站的機會 比遇見四大草上還頻繁 就連那路遙遠漫長的台中沙田路上 也有一間小小的土地公廟前 延伸豪長豪長的一段點心站 就像沙漠裡的綠洲 點亮夜裡的溫暖 到了嘉義新港風天宮祝壽完之後 大家就開昏了 回城 點心站的種類 如雨後春筍般的提供各式各樣的食物 回城 就是阿財眼中瘋媽祖美食之旅 想得到的沒想到的都有 有夜市規模等級的點心站 炒麵鹹粥打水餃 炸物薯條章魚碗 巴勒鳳梨小番茄 餅乾糖果小蛋糕 金牌金砂海苡根 阿比蠻牛養樂多 也有社區規模 咖啡等級的點心站 山菜湯啊 午菜湯啊 薑茶熱茶冰豆花 也有特定地點 特定時間的美食熱點 前面是什麼 土庫圓環 土庫圓環有什麼 麻油雞 藥膳排骨 還有蒸餃 還有蔥油餅 各式的小菜 清桌小菜 耶 海鮮多久 這一鍋裡 加油加油 這一鍋裡得到優惠 哥背的不是背包 是種感覺 那現在 牛肉湯呢 撐的 不是開玩笑的 不是開玩笑的 蒸牛肉夾起來看看 撐的 撐的 趕快吃吃看味道如何 美食專家 美食專家 還不熟 吃吃看 不吃難受 吃了肚子不會瘦 對了以上的點心 狀況每年都不太一樣 因緣分的頂 有緣 就會遇到 注意請維持走在馬祖蘭教抵達前的 六至八小時 蠻縮縮的秒殺魚頭嗎 是 大獎的大獎的 好吃 好吃 餐 兩邊站 兩邊站 整一個好吃 傳說中的秒殺 一桶王 謝謝 剛做熱熱的超好 住的問題正要睡路邊嗎 不一定啦 因人而異 錢 補補的又輕巧 可以多帶一點 想要睡哪裡應該都可以 開玩笑的啦 繞進期間 飯店旅館幾乎都是客滿的 這一路上阿彩睡過 路邊一次 國小活動中心一次 民宅的三合院一次 加油站兩次 加油站兩次 理民活動中心兩次 宮廟的地板三次 帳篷 防蚊擋入水 睡墊當作是彈簧蟲 睡袋 是溫暖的棉被 雖然說不上睡得好 但是累了也是睡好睡滿 預防漲水泡 腳抽筋 徒步過程裡最怕的就是 長水泡跟腳抽筋了 為什麼會長水泡 會長水泡是因為長久的步行 腳底發熱 皮膚間磨擦導致而成 為什麼會腳抽筋 長時間使用抹去段的肌肉 肌肉在抗議 預防的方式 徒步30-60分鐘 建議休息10-20分鐘 休息的時候 拖鞋 脫襪 腳底降溫 拉筋 熱身 維持體溫 若真的遇上漲水泡時 請尋求大甲正安宮 醫療團隊的協助 或者是詢問前輩師兄師姐們 金香奇的食用禮節 若你跟阿彩一樣 是請金香奇繞進的信徒或香客 或許不一定會依照官方表定 繞進100多間的宮廟 因為有些宮廟 真的要繞好遠的路才能到 不過沒關係 一路上 沿途至少會參拜50-60間宮廟 所以一定要了解一下 如何使用金香奇 從廟門的右手邊進入 蓋章 綁芙令 繞如三圈 蓋章 綁芙令 繞如三圈 蓋章 綁芙令 繞如三圈 還不清楚嗎 不用擔心啦 這九天八夜 你會不斷的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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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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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如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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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步行程怎麼走 因為媽祖人教是有好幾組教班輪流扛教 去城基本上沒有什麼休息的 速度上大概是一天一個縣市 第一天從台中的北邊走到彰化 第二天從彰化到雲林西蘿 第三天從西蘿直接到嘉義的新港 第四天祝壽以後 晚上開始往回走 去城 獨步者幾乎是提早八到十個小時開始走 若不是這樣子 被媽祖婆還放的機會相當的高 所以去城見到媽祖人教的機會不太大 若要說有的話 大概就是進新港前 雲林的龍旋宮 可以跟隨媽祖婆一起進新港風天宮 回城時間比較寬鬆 因為回軟時 媽祖婆要繞更多的村莊 沿途還有許多民眾要躺叫 所以若放慢腳步 是很有機會可以看到媽祖軟叫的 甚至趁著媽祖婆去繞鐘時 前往下一個宮廟迎媽祖 就是跑步切西瓜的概念 這樣的好處是可以走在媽祖婆前 獲得布施者的飲食 隨時補充體力 順利完成隨巷路 而不用擔心被海放 突破的時間因人而異 根據阿彩這次的經驗是 大約下午3到5點開始出發行走 走30到60分鐘 建議休息10到20分鐘 走到晚上11到12點 晚上12點以後 休息睡覺2至3小時 半夜2點到3點 起床繼續走 走到中午前 找地方洗澡 休息睡覺 然後下午3到5點 開始出發行走 走30到60分鐘 休息10到20分鐘 走到晚上11 12點 12點以後 休息2到3小時 半夜2到3點 起床繼續走 走到中午前 找個地方 洗澡 休息睡覺 大致上是依照這樣的行程安排 若是回程的時候 時間上可以更寬鬆一點 可以看到軟轎嗎 當然可以 建議回程的時候 或是靠近嘉義新港時 跟媽祖婆一起進新港 第一次等待媽祖軟轎時 阿彩問前輩 軟轎有什麼特別之處 是會發光 還是真的有什麼特別之處 前輩指揮了一句話 看到會感動 當時阿彩是滿頭問號啦 到底是什麼啦 好玄好妙的回答 門教出現之前 前方會有許多的陣頭 就像前導車一樣 但是在最前面的是 是伯伯阿 伯伯阿一定是走在隊伍最前面 根據經驗伯伯阿身上有陰元線 需要陰元的人 通常會繞在伯伯阿身旁 但是別跟伯伯阿本人啦 陰元線通常是在旁邊的助理身上 好啦 回歸正庭 馬祖人就抵達之前 會有頭箱阿 二箱阿 三箱阿 三箱等等的陣頭 還有拍錄谷 秀旗隊 三十六直式等等 一直到哨角會出現 垂響空間的嚴肅感 出局地宮球 在森梁後面 就是媽祖人叫 阿才喜歡馬祖人叫上 金光閃閃的五指扇 以及黃黑黃的傳統配色 尤其是軟膠後面的日月扇 無論是繡工還是設計 真的讓人有種正能量滿滿的感覺 這才懂前輩所說的 看到會感動是怎樣的感覺 每次軟膠停留都需要精子當支撐 所以離開以後留下的精子俗稱鴨膠精 相傳萬用的鴨膠精有許多正能量的使用 需要的朋友可以Google一下喔 謝謝 雙腳認識台灣的意外收穫 百年老廟 雨年鮮二輪鄉赤福宮 記得到赤福宮時 請務必要轉到後方的老廟參拜喔 一靠近時會有一股濃濃的古廟氛圍 令人印象深刻 這個古廟齁就是好得正式 古早期吃五千年 有興趣的 彩虹蔥抓餅 彰化縣有盡香福天宮 門口彩虹門住很顯眼 夜裡提供蔥抓餅加單四個美食 這個蔥抓餅怎麼樣?味道怎麼樣? 非常好吃酥脆是福天宮的第一號美食 太好吃了 五穀飯糰也是不容錯過的美食喔 芋頭米粉 彰化縣園林街上 店家每年都會開放整家店面 招牌芋頭米粉 免費開放給香客食用 芋頭香 米粉Q彈 湯頭濃郁清香 都是忘不掉的好味道 若還是吃不飽 豆皮豆芽卷千萬別放過 木牙木耳等等蔬菜用豆皮包卷起來 一口咬下根本忘了自己在吃素食 味董清下面 警察集團陳美文化園區 下著毛毛雨的夜裡 味董清至下面給香客杏徒吃 一碗豐富的配料下 麵條裝還藏有一整塊的豆皮 趁著味董休息室 聽聽他說了什麼吧 大家應該 全成功敬之心啦 祈求家家平安 國家順利 稻田裡的宮廟 雲寧縣園長鄉泰安府 這段鄉路上幾乎全是綠油油的稻田 泰安府就這樣佇立在田中央 守著村中的大大小小雲農作 來這參拜可以感受到濃濃的地方熱情喔 環教會暫時拿掉五指山的地方 在彰化69香道與台74甲線交叉處 有個矮隧道口 隧道高度不高 阿采手一舉便可以摸到天花板 所以每次蘭教到這裡時 會暫時脫掉五指山 以便順利通行 有興趣的朋友 回程的時候可以在此迎接蘭教的到來喔 新建中的西羅新天宮 打卡按讚送福袋 媽祖保佑過香爐 水箱路上抽出了一些時間 幫忙新天宮衝高人氣 打卡按讚送福袋喔 欸我都跟他一起喊 你這樣才沒有不尷尬 1 2 3 打卡按讚送福袋喔 這是少數去城跟回城都有提供餐飲的宮廟 而且都是buffet等級的不馬屋喔 看著村莊裡的婆婆媽媽 大家揮著汗在主食 一道又一道的蹲上桌 臉上不見疲憊 取而代之的卻是滿滿的笑容 大家因為媽祖而結緣 媽媽們希望大家吃得飽足 而香客信徒們感謝媽媽的付出 吃飽繼續走在媽祖婆的鄉路上 謝謝 謝謝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要可以嗎 要 辛苦了 大哥我們有什麼話對那個繞鏡的人講 大家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鄉路上這樣的橋段不斷的上映 難怪廣告會說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好不然從涼涼喊到現在啊 結交信仰相同的好友 擺拍歌 每到定點總會擺好推車 跟宮廟合影 也是阿財的貴人 就是這位歌拉阿財進群組的 非常感謝他 我是把我拉進群組團 來講一下為什麼要參加大腳媽祖道金 你一直把我拉進群組 誰理你阿長官 我可以等你驗這邊可以剪掉 一個信仰 一個堅持跟一個服務 那這是你第幾年參加 第四次 第四次 DJ小六 團里槍路上的音樂手 包包裡隨時都有五顆沖寶墊的喇叭 也是隊長的貼身助理 為新手解惑 並鼓勵夥伴前進 若在RP遊戲裡 應該是屬於會補血又會下BUFF的聖騎士吧 對了 他也是媽祖文創商品的收集歌 有關周邊商品的資訊問他做沒有錯 走回來比較快 一下就到龍泉宮了 三哥 唐達公香的靈魂人物 若說一柱清香士人與神明溝通的天線 那這一柱大公香 應該是超越次世代5G的收訊 所以行徑中的三哥 鮮少開玩笑 並依特有的速度持續前進 裸解 不要錄 那好醜啦 這樣不會啊這樣很好看 風趣的美食家 為什麼推薦這一家的糖品呢 提供團員大家短暫休息集合的場地 下雨天吃這個很暖心 對 溫暖在心頭 真的 若說像路上公廟的位置跟休息點 問他可能記不太熟 但若問美食在哪 問他總沒錯 大家繼續揉 前面有好吃的豆花 右轉之後就是休息站 休息站旁邊有好吃的牛肉湯 千萬別錯過 印象中羅姐就是這樣為新手指點迷津的 阿嬌宇與小黑 42年次的阿嬌宇 今年66歲 堅持他與媽祖婆的水巷路 平時每天健行一個半小時 所以水巷路上絞成不俗給年輕人喔 身邊的小黑很乖 跟在阿嬌宇旁不吵不鬧 夜裡還會守著阿嬌宇睡覺 阿嬌隊長 第一次LINE上打招呼 Pito就問 你有信心跟信念走完全程嗎 接著就說 只要你想走全程 我會把18年的功力傳授給你 阿嬌心裡想 到底換我說話了沒啊 呵呵 隊長的名言是 60%靠信念 10%靠充足的休息 10%靠鞋子 10%是前輩的鼓勵 最後的10%是陶甲鞋子 因為不能公開 這就是我徒步成功的百分之百 的確路上學到很多10%的陶甲鞋子 我想 這應該就是經驗的傳承吧 因為 走了十幾年阿 常常遇到 新手不知道如何走 吃阿 住阿 喝阿 包括阿 怎麼行走阿 都不知道 我第一年很可憐 走到腳都腫大阿 擺盜阿 真的很痛苦 走到十幾年以後 才發現說 新手真的很可憐 新手很容易就放棄 所以我才會這一兩年 創立一個粉絲團 就是大甲媽祖突破新手團 創入了這個團的時候 就是主要目的是說 教大家如何吃 睡 行走 不會讓腳受傷 就算腳受傷應該怎麼處理 我們都會馬上處理 才能讓這些弟兄 有辦法都要顧布走到這裡 影片的最後要感謝鯉魚團的阿牧隊長 以及團員們一路上的相伴跟鼓勵 當然還有像路上 數也數不清點心站 背後辛苦主持 跟提供補給的人們 還有大大小小廟宇的服務人員們 你們真的是辛苦阿 那才要感謝的人事務真的太多 這是一個社群媒體的時代 拍照是最重要的 證明你有經歷 比經歷本身還要重要 若不是親身走在活動裡 可能永遠不會知道 全身徒步走起來是怎樣的體驗 鏡頭沒拍到的人事務 或許才是這一次遶境 最珍貴的回憶吧 同伴在最後離別前的休息站 問阿財 你捨得嗎 一連問兩次 阿財回到工作崗位的三天後 內心誠實的回答是 捨不得 但是 不捨不難得 有捨才有得 真的 有捨才會有所得 謝謝大家的付出 才能讓阿財成功的挑戰2019年大甲媽祖全程徒步繞進的活動 字 胡鬚哥 雖然最後一頂路 我們四個繞了遠路 反而沒有經過 班祖星媽祖琴的點心站 領取徒步全程完賽的紀念品 留下了些許的遺憾 但人美心也美 阿財不化妝也漂亮的裸師姐 跟阿財結院了一個晚賽的紀念品 你應該比阿財更適合收藏它 因為哥全程背包堅持不上保姆車 是你 你說 哥背的不是背包 是一個感覺 雖然是玩笑話 但是這樣的堅持 卻深深的打動了阿財 祝事事順心 幸福健康 有緣的話 我們下次相路上見 以上是這一次2019年 阿甲媽祖繞進 以新手的角度製作的影片 希望對你有幫助 阿財利赫是阿財日常生活中一些人事物的紀錄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訂閱阿財利赫 最終阿財最新的影片資訊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阿財按讚跟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MING PAO CANADA ius 感谢观看